Hello大家好,我是想看啥就看啥的鸭鸭 友情提示 这次剧情丰满,所以分为上下两集 但会一起发出哦 大家有没有好奇过,蓝牙为什么叫蓝牙 我第一次听就觉得很奇怪 蓝牙,Bluetooth 这个名字其实源于丹麦的一个国王 哈拉尔德布鲁图斯国王 King Harold Bluetooth 也可以叫哈拉尔蓝牙王 因为他的姓是Bleetton 翻译成英语,就是Bluetooth蓝牙 蓝牙的logo其实是挪威字母H和B的结合 就是这位哈拉尔蓝牙国王名字的首字母 那为什么用他来命名蓝牙这项技术呢 哈拉尔德这个国王在有生之年 完成了对挪威,瑞典和丹麦的统一 而他本人也是出了名的口齿伶俐,善于交际 那作为在瑞典发明的蓝牙技术 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位北欧国王 在国土和社交都善于链接的特点 因此也就用了他的名字来命名 今天我们讲的故事就与丹麦和瑞典相关 这天深夜,一个戴手套的人 把车停在一座大桥中央 奇怪的是,灯正好也灭了 那人从车尾箱拖的什么下车 摆放了一番 很快上车离开了 灯也重新打开 警车赶到的时候 发现有一具尸体躺在桥中央 看来那个戴手套的人是来抛尸的 桥的两边各来了一波警察 这叫说到这座桥的来历 这是一座跨国大桥 叫鄂勒海峡大桥 一边连着丹麦,一边连着瑞典 所以两国警方都派了人 女主是瑞典警方派来的 名叫萨姐 非常耿直且正直 男主是丹麦警方派来的 因为车是从瑞典开过来的 所以案子应该归他管 马丁爽快地同意了 萨姐让人把死者运回警局调查 但她惊恐地发现 死者被腰斩了 上下半身是分开的 死者是瑞典一个举足轻重的政客 肯定要上头条了 萨姐连夜赶到政客家 从她丈夫那得知 昨晚六点半左右夫妻俩通过电话 政客没有个人恩怨 但因为职业原因收到过一些威胁信 萨姐不认为这会引来杀身之祸 她随后来到验尸处 得知死者政客是被勒死的 死后才被腰斩 但诡异的是 下半身被冷藏了一年左右 所以下半身肯定不是政客的 上下半身属于不同的人 萨姐赶紧联系马丁 告诉她死者有两人 下半身是被冷藏的 案子至少是一年前发生的 马丁只好回警局 让同事查一查失踪至少一年的女性 很快有了结论 她告诉萨姐 下半身可能属于一个失踪的性工作者 莫妮卡 是我们丹麦人 所以这上半身属于瑞典人 下半身属于丹麦人 看来两国警方要合作办案了 等马丁一来 萨姐给大家介绍案情 桥上找到一具尸体 上半身是瑞典的政客 下半身是丹麦一个性工作者莫妮卡 马丁说莫妮卡在13个月以前失踪 当时因为没找到尸体 所以案子被搁置了 不过他们采集过血样 可以和分尸案的尸体做对比 萨姐说抛尸前 桥上断了45秒的电 是有人黑镜的操控系统 她让同事查一查 政客下班后开的车在哪 凶手用来抛尸的另一辆车也得找出来 马丁仔细看了现场照片 发现尸体下面有条黄线 正好是瑞典和丹麦的分界线 也就是说尸体一半在瑞典 一半在丹麦 凶手有何意图呢 第二天 一个有胡子的社工 我们叫他胡社工 他最近在帮助一对困难户夫妻 妮妮两口子有两个孩子 老公有暴力倾向 又有毒瘾 他们没钱交房租 要被赶出来了 他老公怪胡社工不借钱给他们 差点把车砸了 胡社工赶紧报警 把妮妮老公吓跑了 胡社工把他和孩子们安顿在一个安全屋 让他别再和老公联系 这样那些债务就不会跟着你了 孩子们也安全 瑞典局长和丹麦方谈好了 马丁和萨姐将合作办案 已经办好了两人在对方国家的授权文件 两头跑就方便了 同事匆匆跑来 说查到抛尸的车辆了 登记在一个记者名下 他们要找的这位记者 刚结束通宵工作 准备开车回家 他一上车就觉得不对 打不起火 也开不了门 还有一大堆奇怪的电线 往后坐一看 好家伙 竟然有一个炸弹 从他上车就开始计时 只剩20分钟了 萨姐和马丁正式出发去找记者 他觉得记者不是凶手 谁会开自己的车抛尸啊 马丁一看萨姐的拉风跑车 惊叹你们瑞典工资是高啊 他俩赶到报社的时候 现场被封了 这才知道车库一辆车里有炸弹 萨姐问清楚车子型号 告诉拆弹专家 这车子和一件双重谋杀案有关 记者终于等来几个拆弹专家 激动了求救 专家检查后 确定车门和炸弹连接 打算在窗子上开个口 萨姐这时给记者打电话 问他昨晚去没去过饿了海峡大桥 以前有没有写过 关于被分尸政客的文章 拆弹专家也在问他车内的情况 记者快急死了 让他惊恐的是 爆炸时间突然缩短了一分钟 只剩两分钟就要爆炸了 拆弹专家放弃了救援 记者崩溃了 只剩23秒 3秒 光碟交到萨姐手上 里面是一段凶手路的语音 说他搞出这场闹剧 是想传达自己的声音 他将会指出五个社会问题 这只是个开始 这段语音同时在两个 叫真相网的网站公布 民众都知道了 萨姐让同事查一下光碟和真相网 然后和马丁去审问记者 马丁指控他的车被用在一场谋杀案里 记者说我整晚都在工作 爆炸的同事可以作证 我对死掉的那名政客 和桥上的尸体一无所知 你们应该去查是谁把炸弹放我车上 这时警方得到消息 一个半小时以前 分尸案的凶手通过电话 接受了电台访问 大聊特聊两具尸体的信息 但因为凶手用的一次性电话 没法追踪电话来源 萨姐觉得不像团伙作案 这个凶手用的词是 我认为 我杀了 而不是我们认为 凶手想指出五个问题 这次提出的是第一个问题 法律面前并非人人平等 还有四个是什么呢 很快查到真相网服务器的位置 马丁一看惊了 这地址是丹麦首都警察局 是他上班的地方啊 他立刻赶回去 技术同事一查 果然有人黑进他们的系统 但对方下线了 没法追踪 这时有个男人来报案 说网上那段录音是他录的 他是一名演员 三年半以前 有个公司通过邮件联系他 说想找一个讲标准 瑞典语的人配音 但他没想到 录音竟然会被用在这种地方 看来凶手至少三年半以前 就开始谋划了 记者回到报社 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一听惊了 既然是凶手本人 先问他能不能听懂丹麦语 记者说可以 凶手说咱俩彼此需要 我需要有人替我发声 而记者你需要一个 独家新闻来噤声 一挂电话 记者就收到一封邮件 他有点激动 信息量好大 但这些数据都是什么意思吗 胡社工到单位报告称 妮妮已经被送到安全屋 他无意中看到一个女孩的资料 变了脸色 看来他认识这女孩 他跑到流浪汉聚集地找人 记者那辆被装了炸弹的车 检查结果出来了 没有车主以外的指纹 甚至连纤维都没多少 看来早被清理过了 这时萨姐听到楼上 传来凶手的录音 一问才知道 凶手又给记者打电话了 还把通话内容放上网 萨姐气坏了 跑到报社 知问记者为什么不主动联系警方 直接让他欠协议书 保证下次凶手再联系 必须第一时间告诉警方 警局同事找到分尸案死者 郑克的车子了 根据监控录像 郑克当时被阻拦 下车鞋商被放倒了 可凶手把车窗盖住 什么也拍不到 郑克的尸检报告也出来了 是窒息而死 但另一名死者莫妮卡死因无法确定 只知道他是死后被砍成两半的 这需要很大的力气 不可能是用手砍的 切痕也很完美 验尸官推测凶手是用屠宰刀砍的 那有可能是在屠宰场砍的咯 胡社工要找到女孩流落街头 这晚他看到有辆车在前面停下来 放下一项红酒 女孩饿坏了 立马喝了一瓶 胡社工终于找到他 但女孩精神出了问题 胡社工试图唤醒他 女孩终于有点反应 胡社工很激动 大喊我是你哥哥呀 原来两人是亲兄妹 妹妹突然晕了过去 胡社工急忙把他送到医院 萨姐查看尸检报告 发现下半身尸体上有个印记 可能是印的 也可能是纹的 写着半个丹麦词 他一个瑞典人看不懂啊 于是打给马丁 马丁说这是丹麦最大的屠宰场名称 他召集人马往那赶 果真有所发现 记者这时收到凶手发来的邮件 这是凶手提出那五个问题中的第二个 萨姐赶到屠宰场 马丁告诉他 发现了政客的另一半尸体 还附有一张留言 记者通知萨姐 凶手再次联系 邮件里的话和纸条上的一样 都写着 如果你注意到的话 就没有受害者了 父亲说的是丹麦和瑞典逐年增长的流浪汉 萨姐赶紧告诉马丁 凶手下一步打算杀流浪汉 马丁也得到消息 凶手已经开始行动 已有六个流浪汉被下了毒 第二天一早 警方彻查流浪汉聚集地 萨姐找到一个被毒死的流浪汉 嘴里身上都是红酒字 看来这酒被投毒了 已经累计十个流浪汉死亡 胡舍公把妹妹送到医院急救 他很内疚 这是他在世上唯一的亲人了 这是一个地下室里 流浪汉们互相通知 由收容所的车子来接人 都开心的走了 但这一位并不打算走 突然下来一个人 一言不发 举起电击枪朝他射击 他醒来发现自己被绑了 面前有一台摄像机 凶手又在真相网直播了 技术小哥说 凶手这次隐藏的更深 根本查不到定位 马丁收到线报 知道被绑的人是谁了 他们赶到一个收容所 工作人员说 直播里那个被绑者 跟这的人处不好 所以最终没有收留他 这人当过水手 跑过商船 正要离开 有个女人说 知道被绑者之前在哪 于是他们赶到那个地下室 看到了电击枪射击的痕迹 萨姐说 弹筒里有个带产品编号的小纸条 能查出枪支信息 马丁很快找到这张纸条 回警局的路上 他们得知其中一个 性存流浪汉醒了 正是胡社工的妹妹 但他不大清醒 一下哭着找哥哥 一下又说 我知道谁是凶手 这是胡社工来了 他也不知道妹妹在街上住了多久 兄妹俩从小就被送到不同的寄养家庭 昨天才见上面 这是有个姑娘安雅 在商场偷了东西 被送进警局 妈妈来接她 非常生气 回到家也当安雅是空气 直到她把花瓶砸碎 妈妈才有点反应 给了她一巴掌 但还是不跟她说话 连饭都不肯做给她吃 安雅赌气离家出走 这时凶手又打给记者 报社的人都过来围观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 她是凶手唯一会联系的人 凶手发来一封邮件 是四个男人的照片 还有被绑者的直播 新闻很快登出 被绑者和四名投资人的照片 凶手发表声明称 这四个人能救被绑者 但其中一人因心脏病死了 现在是她妻子夏洛特在运营公司 于是照片换成她 这时被绑者用蛮力把绳子扯断 拼命往外逃 好不容易得见天日 又被赶来的凶手再次电晕 萨姐找了心理专家 专家推断凶手情感麻木 或者是个精神病患 有清晰的目标 想让所有人以他的方式来看待一些事 萨姐想知道凶手有什么弱点 专家说这一切都是精心设计 并精准执行了的 这可能就是他的弱点 如果某人某事打乱了他的计划 他会失控 电击枪的编号也查到了 那把枪曾上交到警局 后来被一个已经退休的老警察签发了 但等他们赶到老警察家 人已经被枪杀 这条线也断了 马丁回到家 老婆让他管管大儿子 给弟弟妹妹们放什么被绑男人的视频 把孩子们吓坏了 马丁问大儿子怎么回事 没想到大儿子很认同凶手 说他为流浪汉做的事情 可比政客多多了 马丁说这人可杀了十个流浪汉呢 他很担心大儿子 搬来一年了 不上学也不工作 但每次一说到这个话题 父子俩就要大吵一场 等马丁一走 大儿子继续网聊 对方是他高中的前女友 他露出久违的笑容 偷窃少女安雅跟妈妈闹翻了 爸爸另组家庭也容不下他 最后可怜兮兮来到一栋公寓躲雨 一个路过的好心人看到了 让他进家里喝杯茶 我们就叫他房东吧 安雅看他人不错 想在他这借宿 房东说当然可以 安雅开心住下 马丁半夜被儿子叫醒 原来凶手又开始直播 被绑者被抓回去了 记者这时通知萨姐 说凶手给他打电话了 要求那四个投资人 每人出五百万 一共两千万 救被绑者的命 等马丁赶到瑞典警局 被绑者已经流了半生血 再失去一生血 他就会死 他们还有五六个小时救人 萨姐发现被绑者的眼睛反常的抽搐 又想起这人以前在商船队待过 认为他这是在传达摩斯密码 他们请来破译密码的专家 溢出一个地址 马丁立刻出发 这是一间收容所 所长记得这人 当过水手 脾气很差 跟谁都处不好 五年前被他吵了 马丁认为凶手和被绑者 就是在这认识的 要了一份被绑者 还在这时的员工名单 没想到离开的时候碰到胡社工 胡社工说我在这上班啊 马丁问他认不认识被绑者 胡社工否认了 马丁觉得他可疑 怎么老有他 让他下班去警局聊聊 这是一个男人 林警官正在听新闻 报道称 丹麦的五名警察 被指控虐待嫌犯致死 而林警官是这五名警察 其中之一 很快就要出庭宣判了 他脸色不大好 偷闲少女安雅早上醒来 发现房东并不记得 昨晚带过一个女孩进来 仿佛失忆了 他很激动的说 明天有个重要的行动 四个投资人赶到警局 萨姐建议他们 按凶手的要求给钱救人 因为凶手不喜欢 临时改变计划 如果我们强迫他改变的话 他可能会犯错 导致严重后果 四人听完 决定先商量一下 马丁回丹麦警局汇报 离开的时候 正好看到林警官 也就是明天被审判的 五名警察之一 马丁质问他 为什么袒呼那几个 把嫌犯虐待致死的警察 林警官说 是嫌犯自己摔的 马丁骂他睁眼说瞎话 自己摔能把手摔断 把眼睛摔瞎吗 你的良心哪里去了 那个孩子死了呀 两人不欢而散 四名投资人总算有的结果 一致决定不付钱 萨姐很激动 这可是一条人命 这是被绑者 又用眼睛示意摩斯密码 说了一串没有规律的字母 然后就因失血过多晕厥了 萨姐让大家搜寻 一切跟这项字母相关的东西 新闻报道了 四名投资人不打算付钱的消息 其中一名投资人 夏洛特去瞻仰老公怡容 进了教堂 发现有个陌生女人 夏洛特直接问他 是不是和我老公搞外遇了 女人承认了 而妓女竟然也知道这事 夏洛特气坏了 就她不知道 好啊 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 萨姐一直在想 被绑者说的那串字母是什么意思 突然灵光一闪 到电机房确认后 告诉大家被绑者看得到电表 但她少给了最后两个数字 所以得逐个试 火烧没冒的时候 夏洛特突然来了 说两千万我一个人全付了 你们可以假装是四个人一起付的 萨姐觉得奇怪 你不是说你老公如果在的话 不会给钱吗 夏洛特呵呵一笑 那个大猪蹄子已经死了 警方赶紧让媒体公布消息 这样凶手会按约定 去给被绑者止血 警方再根据电表找到地方 就能抓住凶手 萨姐他们最后确定 有三个符合条件的电表 都是闲置工厂 于是大部队往那赶 安雅这边有人上门送快递 房东让他去开门 似乎很害怕被外人看到 等拿了快递 他又把门反锁上 不过他给了安雅钥匙 让他随意出入 安雅问他不拆包裹吗 房东说目前还没得到授权 至于谁的授权 房东笑而不语 很是崇敬的样子 萨姐的拉风跑车 比大部队快一步到目的地 但马丁是丹麦人 在瑞典不能持枪 萨姐让他别担心 我可是神枪手 于是马丁追凶手 萨姐下去就被绑者 马丁老胳膊老腿的 很快被凶手干倒 但凶手并不杀他 只是狠狠地踢他钢结扎的下体 萨姐找到受害者 叫了增援 马丁则带了人追上天台 他伤口被踢爆了 流了一裤子的血 远远传了两声枪响 马丁被送进医院 他告诉萨姐 凶手很高 很擅长近身搏斗 萨姐说凶手没有食言 确实帮被绑者止血了 被绑者获救的时候还活着 但在救护车上就死了 凶手逃亡的时候 朝两名特警开枪 导致一死一伤 马丁回家看大儿子在网聊 关心他是不是交女友了 大儿子说女孩是他高中时的前女友 马丁回房之后 妻子告诉他怀孕了 就在他结扎之前怀上的 马丁很开心 伤口都没那么疼了 萨姐半夜打给马丁 他很在意为什么凶手没有杀他 打特警倒是一点也没犹豫 难道他需要你 马丁被他说得心慌慌 林警官对于四名警察 被控虐待犯人的事很不安 他对妻子坦白 当时嫌犯拒绝被搜身 四名警察中的一人 用膝盖把疑犯眼球顶爆了 另一个又把他手折了 真相说出来的 林警官很纠结 安雅回到房东的公寓 撞到一个黑衣人 但他没想太多上了楼 房东问他有没有碰到 刚下楼的一个男人 这人可是大师 他揭露的事实 明天正义之剑将会挥斩 安雅觉得他很怪 但他没地方去 想多住一晚 房东说没问题 明天开始 这个公寓就是你的了 他回到房间 那天寄来的包裹里头 是一把剑 锋利的很 第二天一早 房东把自己误得严严实实的 去见一位心理医生 一进门就把医生杀了 杀了人又把剑反过来 对着自己 等着外面的人 开门进来把他刺死 结果人家从侧门进来 把他扑倒 丹麦警局局长 也是马丁的领导 一早约了林警官见面 他说下午 四名警察就要被宣判了 那四名警察把嫌犯虐待致死 而你袖手旁观 你应该把真相说出来 大多数同事会支持你的 林警官问他 那我会被判作伪证吗 领导说有可能 但我尽量帮你周旋 林警官不肯 如果我被判刑 会被开除的 报社也收到心理医生 被杀害的消息 凶手这时又给记者来电话 让他集中注意力 在第三个问题上 同时发来一封邮件 是关于精神病患者的 警方也得知了谋杀案的事 萨姐从记者那得知 凶手宣布对此事负责 这是他对精神病治疗项目 经费削减的批评 这也是第三个问题 这几个杀人犯都患有精神疾病 凶手肯定花了好几个月 红骗他们 四个杀人犯中有三个自杀了 还有一个没死 正是那个收留安雅的房东 萨姐问他 是不是有人教唆他 杀了那名精神科医生 房东闭口不答 被逼急了 他说不能问关于他的问题 至于他是谁 房东不肯多说 明显很惧怕那个人 前台这时告诉他们 胡社工昨天来找过他们 马丁这才想起 他约了胡社工 于是出发去胡社工家 胡社工家这时有人来访 是他之前帮助过的 尼尼他老公 他看胡社工 不肯说出老婆孩子的下落 一言不合就失报 胡社工被打懵了 一个运斗砸过去 把他活活砸死 马丁恰好敲门 胡社工让他进来 尸体已经挪到别处 马丁质疑他总是和自己偶遇 是不是太巧了 胡社工看起来很焦虑紧张 马丁让他看看 认不认识照片上的人 胡社工否认了 萨姐去心理诊所查案 或是说房东那天虽然是出诊 但八周之前就预约了 还指明要看这个医生 而且必须是今天 萨姐赶紧打给马丁 让他尽快回警局 马丁虽然很怀疑胡社工 但只能先放一放 回了警局 马丁告诉萨姐 胡社工一定有问题 萨姐也把诊所的发现告诉他 凶手是有预谋的 所以之前的受害者 应该不是随机挑选的 受害者之间可能有联系 有了您警官的证词 四名警察被判无罪 这引发了抗议 因为前不久 四名移民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 被判有罪 现在警官被判无罪 不能服众 一个男人接受访问 说这两个案子 说明了法律面前 并非人人平等 记得这句话吗 凶手也说过 警方查出房东 在服用一种 治疗精神病的药物 还在屋子里找到一幅画 不是房东画的 公寓里查到有其他人的指纹 手很小 像青少年 监控正好拍到了安雅 警方不知道安雅的身份 怀疑少女是房东的租客 而四个精神病杀人犯 被验出都被喂食了安慰剂 已经好几个月没吃精神药物了 看来是凶手在操控他们杀人 记者的最新文章出来了 标题叫 凶手可能正住在你附近 公布了精神病患者的信息 把他们称为潜在杀手 报社同事觉得记者 这是在制造恐慌 这正是凶手的目的 骂他是凶手的走狗 晚上有人来找记者 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记者的文章引发了恐慌 人们疯狂驱赶当地的精神病患 朝他们家扔石头 记者说我只是一个写手 不对读者负责 精神病患很愤怒 你太自私了 一定会遭报应的 萨姐和马丁再次提审房东 他拿出安雅的照片 又拿出分尸案的照片 对房东说 如果我们找不到安雅 那个人会伤害她的 房东终于开口了 说那个人很高 蓝眼睛 穿格子大衣 戴帽子手套 棕色头发 这和安雅在楼下 撞到的那个男人一模一样 所以安雅肯定见过他 警方开始搜寻安雅 最后在一个停车场前 发现他 赶紧求增援 但凶手似乎更快 萨姐也接到了消息 但他刚赶到停车场 就听到一声枪响 安雅中枪了 他在医院醒来以后 萨姐问他 是不是那天撞到 你的那个黑衣人开的枪 安雅说是 萨姐让他画出来 可刚画到一半 安雅就死了 萨姐看不出这是谁 但马丁确定 这画的是胡舍公 半夜宁警官起来喝水 就是那个坐伪证 让四名警察释放的宁警官 突然被人从背后狠狠一勒 第二天一早 被警察施虐身亡的 那个男孩家里 我们简称狩虐者吧 狩虐者的弟弟 昨晚没回家 说是出去转了转 爸爸只求他不犯法就行 早上有人给儿子 寄了封匿名信 信封里装着一把钥匙 爸爸一走 狩虐者的弟弟 听到地下室有声响 急忙关店下去查看 林警官被绑这儿了 他很害怕 说你哥哥那事 我可以解释的 弟弟反问他 为什么在这儿 林警官很惊讶 不是你绑的我吗 所以是别人 把他绑到这儿 在匿名寄了地下室钥匙 给弟弟 感觉像是 把仇人送给他报仇的意思 萨姐不明白 凶手是怎么知道 警方在找安雅的 难道咱们有内奸 马丁说安雅的话 和胡社工非常像 而且这人总跟我偶遇 得去他家里看看 结果在他卧室 发现了大量的药物 和医疗器材 但这还是不能当作证据 马丁很细心 在地板缝隙里 发现了血迹 胡社工作为犯罪嫌疑人 被抓了 马丁问他 为什么家里有 大量的医疗器材 他说 我很喜欢住人为乐 我给那些 对社会失望的人 提供衣食住行 还有医疗 萨姐拿出安雅的照片 他说不认识 安雅被枪杀的 十点到十二点 他在家看电视 马丁问他 会不会讲丹麦语 因为凶手讲的是丹麦语 他说不会 萨姐又问他 卧室为什么会有血 他说 哦 以前有个难民 砍伤了自己 我给他包扎伤口 可能滴到地板 地板里的血 很快咽出来了 跟受害者们 都不匹配 萨姐也觉得 胡社工不是凶手 怎么也不会 在自己家里杀人的 他们打算把人放了 马丁让他们等等 他有个想法 他把记者找来 让他发片稿子 就写警方抓错人了 趁记者接电话 马丁一杯咖啡泼过去 说哎呀 不好意思啊 你去洗手间处理一下吧 在这期间 马丁把他电话卡取走 转头就给了萨姐 说一会儿要是凶手打来 你跟他谈 这时凶手在真相网上 发了段嘲讽视频 只有林警官 没有施虐的四名警察 林太太也确定了他的失踪 他们于是知道 林警官被凶手抓了 全员出动找人 而胡社工被释放了 马丁警告他 虽然你不是这个案子的嫌疑人 但你肯定也犯了事 我们会把血样 和这种找到的尸体做对比 一旦找出那是谁的血 就马上逮捕你 凶手果真打给记者 一丁是萨姐接的电话 凶手直接挂了 然后通过报社其他同事找到记者 发给他一封新邮件 标题是 移民受到了更残酷的对待 他把邮件同步给萨姐 大批警察出动去找林警官 抓了17个人 但还是没找到林警官 警方也知道 这第四个问题是什么了 凶手发来的邮件里说 移民比本国人 受到更长时间的审判 但萨姐认为这都是烟雾弹 绑架是丝绸 是针对林警官个人的 谁和他有仇呢 他们找到授虐者家 授虐者的弟弟听到声音慌了 赶紧把林警官嘴巴死死捂住 马丁下楼逐个房间查看 地下室有些房间不是他们家的 包括关林警官的这间就不是 所以爸爸没有钥匙 马丁看没啥问题就离开了 授虐者弟弟松了一口气 记者来到酒吧 疯狂嗑药 结果嗑多了 突然倒下 赶紧给他送医院 授虐者的弟弟下来给林警官送水 林警官保证一出去 就告诉大家是那几个警察干的 弟弟说太迟了 他想起哥哥就暴怒 但他还是下不了手 第二天一早 弟弟又下去送吃的 这次终于被爸爸发现 爸爸认出林警官 非常生气 我儿子因为你和你那帮同事没了 但他最后冷静下来 让儿子放人 林警官得以重见天日 他看到执勤的同事 很开心 但没想到 看来凶手是打定主意要他死啊 林警官一死 授虐者的弟弟被当成嫌疑人 他觉得太可笑了 我哥哥被虐致死 你们警方随便糊弄 现在一名警察死了 又是天大的事了 全员出动把那片区域翻个底朝天 不过失望归失望 他最后还是告诉他们 开枪的人穿着警察制服 比马丁稍微高点 很瘦 地下室钥匙也是他给的 记者的同事来接他出院 告诉他林警官今早被枪杀了 记者完全不关心 阎王殿上走了一遭 还没缓过进来呢 他昨晚有两分半钟 失去了生命体征 经过初步检验 确定林警官确实在地下室待过 狩猎者弟弟身上没有硝烟反应 不是他开的枪 萨姐认为是那个凶手干的 凶手一直在那片区域盯着 因为他不确定那家人 会不会把林警官杀了 萨姐觉得受害人之间肯定有联系 枪杀林警官的人是开警车离开的 车子找到了 但一辆警车被盗24小时 却没有任何记录 这说不通啊 萨姐提出一个假设 而凶手此刻又有新目标 他看上一辆载有小孩的校车 他把司机干倒 连车带人劫走了 萨姐还是觉得凶手有可能是警察 因为他知道我们在找安雅 还知道他的位置 而且凶手能顺利开走警车 又有防暴警察的装备 又能从警局偷电击枪 还能熟练使用枪支弹药 萨姐推断 这人是特警 而且讲丹麦语 偷的丹麦警车 是丹麦特警 这是警方接到报案 一辆载着五个孩子的校车失踪了 正是凶手开走的那辆车 他把孩子们带到某个地方 警方查到一段被盗警车 和警方直升机的通话录音 警车说了一个代号 萨姐说这词是一切都好的意思 是美国特警使用的代号 网上是搜不到这些代码的 所以这个警察肯定是接受过 联邦调查局训练的 符合这个条件的警察 一共有七个 萨姐这时接到电话 胡社工的妹妹醒了 她之前声称见过凶手 得先去聊聊 马丁的妻子 太太很是惊喜 带她到办公室详聊 萨姐和马丁赶到医院 拿出一些照片 让胡社工的妹妹认人 包括那七个有嫌疑的警察 看看当晚是谁 把毒红酒搬过来的 妹妹还真认出其中一个人 光是看照片就极度恐惧 还记得这人吗 她接受过采访 说过法律面前并非人人平等 这人姓叶 叫她叶特警 通瑞典语 丹麦语两种语言 毕业之后 接受了联邦调查局的训练 之前待过特警队 当年他们队有两名警员被杀 两年后她离婚了 之后就成了打机友 组织犯罪的协调员 她非常擅长青年工作 深受青年喜爱 但到处都找不到叶特警